這個不少朋友問的雙湯20號 第一個就是Bobo問來的 他就問業績你怎麼看 他是否已經回到合理估值呢 Joey就很想買的 他說什麼價錢可以進入呢 公司前景你又怎麼看呢 雙湯是零興趣 記住是零興趣 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主要問題就是 其實你看回上市至今 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而已 這個估計你看到很硬的 未跌下來 炒供求 純粹貨源貴變 很多時候很多半身股 是有這些的圖案在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看回目前市況來講 還是不是喜歡炒一些 盲目收入增長 未有盈利能力的股份 不是的 過去這半年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股份我們最主要鏡 很多時候會最跌 你看回上年 有很多半身股 在未過這麼壽期的時候 都是一樣有這些的圖案在 開始跌那段時間 就會很誇張的 你這一刻你就會說 基本因素好 內地上面 制裁的因素反映了很大部分 沙士業務上面 有空間甚至有元宇宙等等 你看看過了禁售期才算 所以這些股份我覺得 我自己看 起碼等到五月份 六月份的時間 過了禁售期 如果它好像可以龍夫山泉 當時過完禁售期 還衝上去 還升上去的時候 我才會開始實實在在想 究竟 是不是這隻 這麼unicorn 就是叫獨角獸 沒有盈利能力的科技股 都跌到七彩的時候 它能夠逆市上升 否則的話 它開始追跌了 穿六元再落到 招股價的位置 甚至再穿招股價的時候 你在我的角度上 就真的要抵死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講雙湯 你如果有貨去買又好 用六元來做止蝕 穿六元你會不會不借得走 這半年歷 或者這一年歷 這類型股份 都吸取了所有 足夠的教訓 穿位就應該走 否則的話 落到去 下面的水平的時候 你問我六元拿著 怎麼辦 沒什麼可以做 所以 其實市況不是真的有個 很大的根本性改變 所以雙湯這些 我的看法其實一如既旺 第一方面 美國今首期 完全沒有興趣 你說基本因素上面 沒有盈利能力 那些科技股 我興趣都不大 所以 拭目以待 看看過了今首期之後 股價會如何